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LINE2.0官方账号的多页讯息功能 所谓的多页讯息功能就是在群发出去的时候 它的讯息除了之前的图文讯息、图片讯息、影片讯息 还有文字讯息之外呢 还有一个多页讯息是新增的功能 在2019年的10月 好像是10月中的时候才推出的吧 好那这个功能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用在什么时机点 在这个群发讯息的时候 群发讯息的时候 然后这边按一下建立 这边就有 这里就是多页讯息 那如果是你选择多页讯息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选择页面的类型 那你之前要先建立好这个多页讯息 你在这边才有的选 否则的话你进来这边是没有东西可以选的 好那我之前已经建立一个 然后我先选给你看 它长这个样子 就是就是长这样 多页讯息就长这样 等于说你这个群发讯息出去之后 可以有很多个像这样 这样叫一页 那这一页里面可以有图片 可以有这个按钮 然后也可以有这个连接的按钮 文字的说明 那我目前这个多页讯息 我放了两页而已 两页而已 好这样给你示范一下 那除了这个群发可以使用多页讯息之外 其他地方就不能使用了 好 比如说之前有学员问到贴文串可不可以 贴文串不行 好你看这边按建立 然后这边贴文串只能够有图片 影片 贴图 优惠券 网址 问卷调查 就没有了 好它没有多页讯息的选项 所以它只能够用在群发的内容里面 但是它好处是说 你可以先把这个多页讯息先建立起来之后 你以后要群发的时候来这边选择 所以发过之后呢 还可以重复发 你就不用重新制作 OK 所以你可以把可能会比较周期性会用到的 可以重复用到的先把它建立起来 那个多页讯息里面要建立 就按右上角建立 那这个是我已经建立完成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多页讯息的结构 这边有标题 标题自己打 打一个主题 然后在页面设定 我目前是设定两页 那可以再继续新增页面 你再继续新增的话 就会变成三页四页 那目前我这边有两页 拿这两页给你看一下 第一页呢 我就是用这个图片 上传一张图片 然后姓名呢 就是这个栏位 国王企鹅 人物特点呢 请来动物园看我 就在这边会秀在这里 然后颜色就在这边修改 有没有 这边会更改颜色 然后人物特点2 就这边 我从北极来 就是秀在这边 一样颜色可以自己改 然后人物特点3 如果你要的话呢 可以再继续打 特点3 就跑到这里 一样可以自己选择颜色 然后文字说明 然后文字说明 这一行是文字说明 我故意打这样 这一行是文字说明 会秀在这边 然后动作 动作是让人家去点击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 点击这个连接这两个字 比如说官方网站好了 然后人家点击官方网站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网址 选择网址 它就会自行输入 你自己输入要前往的网址是什么 那人家点击官方网站的时候 就会跑到你指定的这个网址 那除了网址可以选之外 你还可以去选择优惠券 优惠券你就会去选择 你之前已经有建立过的优惠券 这边才会有优惠券跑出来 那这个就不重复讲了 优惠券的单元已经讲过了 或者是可以选择几点卡 好 那我因为我这个测试账号没有几点卡 所以这边没有东西可以选 还有一个是问卷调查 一样 先要去把问卷调查 建立完毕之后 这边才可以去选择 你已经建立过的问卷调查 好 所以我目前先用这个网址 我来做示范这样子 点击官方网站就连到这个网址 然后动作2就是可以制作第二个连接 我故意写连接2 跟上面这个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它有两个 如果你只要显示一个的话 你就勾勾把它勾 勾勾把它拿掉 这样就会只有一个连接 你勾起来的话就会有两个 OK 好 那不想出现的东西 你就把它拿掉 比如说文字 说明人物特点 人物特点2 人物特点1 我都不要 那它就不会出现 好 所以你需要的 你再把它勾选就好了 不是每一个都一定要用到 好 那第二个页签也是 一样的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这个多则讯 多页讯息来 好 我们把它推出去 刚刚是 刚刚是点test进去嘛 那这个页面的类型叫做人物 所以刚看到的是人物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再重新建立一个多页讯息 这次呢 好 比如说test2好了 这次的页面类型呢 我们把它选别的 刚刚上一个test我们是选人物嘛 然后这个呢 我们来选商品服务好了 它总共有四种可以去选择 你可以都去测试看看 看你比较适合使用哪一种 那商品服务呢 我先选择一下 好 这边宣传标语 就是宣传标语 就是三个100元的火腿蛋吐司好了 选个颜色 选个颜色 然后图片你可以选择要一张还是两张 一张或两张或者是三张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A 你可以放一下图片 然后选择图片 然后再取样 这边可以去放大缩小 你这个图片的取样 它就显示在这边 上传完毕之后 它就显示在A的区域 然后B 选择一张图片 随便选一张 套用 好上传了 B在这边 C再选一张 套用 自己去取样看你要取什么样的面积 好三张照片都完成了 刚刚看到这个是红色的 它只有十个字 三个 好 在十个字以内才可以 这边 这个就是去做宣传 就是你这个东西的内容是什么 把它写在这边当成关键字 然后这边页面标题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输入标题 这边有个预设输入标题 有没有 特价活动 这边就会出现特价活动 文字说明就是讲解这三个特价活动是什么 比如说 三个火腿弹吐司的特价活动 只要 30元 好了 然后价格 价格选下来你的币别 比如说我们是新台币 比如说30块 动作1 你就可以去选择 这边输入动作标签 这边马上点击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选择 假设是要取得优惠券 你这边就要写 取得优惠券就可以了 那马上点击就是我们希望它连到 某一个外部的网址去 那就自己输入 外部网址 然后动作跟之前示范的一样 看你需不需要有第二个按钮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用勾选了 好 然后这样子一页就做完了 记得最下面这边要记得按储存 这边 这边我们不要加入结尾页 结尾页不需要 按储存 因为结尾页为什么不需要 我每次按它都会当掉 我不晓得为什么 目前试不出来 我等一下试给你看 然后你如果要再新增第二页的时候 一样 它这个商品的意思就是说 让这个商品的图片在这边秀出来 比较清楚一点 让你知道这是什么产品 主要是这个目的 手环好了 一张 一张图片就好了 手环 套用 好 就这样就好了 这个我就不再举例了 就是说手环 好用 大特价 只要 500块 动作 动作如果不要就算了 那如果要的话呢 通常我们会要 因为我们希望访客去点击嘛 对不对 所以通常至少要有一个嘛 说特价活动 官网 然后就点击联网官网去 好 那这样就两页了 两个页前了 记得按储存 储存 这边 我们再点进去让你看一下 你看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加入结尾页的时候 假设 假设有图好了 然后变更一下图片 对不对 上传一下图片 上传一下图片 我每次用这个功能都会荡掉 我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我一直试不出来 也许以后 也许以后会正常 这边 一样 点击连结 选择一下 网址 好 按储存 好 按储存的时候 这次是正常的 怪了 好 没关系 再点进去看一下 之前输入的时候都会荡掉 结尾页 OK 之前我没有放图片 然后就荡掉了 我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刚有选择一个是可以有图 一个是可以不用有图的 偶尔用那个没有图的他就荡掉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先来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 来 群发讯息 建立一个群发讯息 给所有人 然后 我先把我的iPhone手机的画面打开给你看 这个是iPhone手机的画面 这是之前群发的内容 就是刚举例的第一个test 然后现在我再来群发一个第二个test 等一下 先把它 看一下怎么样让让你看得比较清楚 先把它缩小好了 把这个缩小 好 这边有个预览画面 好 我现在先建立新讯息 然后呢 立即传送的方式 张贴字贴文串 这肯定是没有用的 这个预览我先关掉 不然我挡住 好 就是这个多页讯息 然后选择这个多页讯息 然后选择之后呢 这边有个选择页面类型 选择页面类型 然后去选刚刚的test2 选择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预览好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 一个一个页签 两个页签 这是最后一个页签 就是刚刚最下面那个页围 这样总共有三页嘛 对不对 好 等一下群发出去的时候 看右边这边 会跑出来 右边这是真正的手机 左边是它预览画面 我先把它锁小 好 然后呢 我按传送 传送 欸 跑出来了 这是我的iPhone手机的画面 我跑出来 然后我手指头往左边滑 手指头往左边滑 就这样子 然后点击这个连结 就会连到我刚指定的那个网页去 有没有 连到指定的网址 然后再回去刚刚的这个line 再回去 这样就是多页讯息的功能 试试看吧 多页讯息的功能 可以让你出现很多页 让访客可以在你一次的群发 当中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讯息 而且是图文并范的讯息